当然另外一方面 今天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他也是连跑六个行程 选前最后大催票 民进党誓言要翻转中台湾 党主席蔡英文跟中张头三县市的 县市长候选人一起出面 也举行了联合记者会催票 目前最新情况 我们连线记者林海权 请说 最后从次民进党立兵翻转中台湾 为党主席蔡英文 上午来到了嘉义校友马 不停蹄地回到了台中 陪同中张头的三位候选人 包括是林娇龙 魏明谷还有李文中召开 明天你可以改变台湾的联合记者会 拉抬中台湾的选情 来听听在我们的最新谈话 你所看到的台湾跟我们一样 那就请你用选票告诉马英九总统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台湾 您的一票将会让他警惕 您的一票将会让他反省 让国民党输一次 台湾不会倒 台湾只会更好 从地方开始赢回台湾 是民进党在这场选举的目标 台湾不是国民党的 也不是民进党的 台湾是我们大家的 赢回台湾 是我们对人民的承诺 好那么蔡委員呼吁年轻人 可以尽量出来投票 改变生活来改变台湾 那么事实上呢 这次民进党在中台湾的选战策略 打的就是中张头三个县市联合竞选 在选前这一两个礼拜当中呢 蔡英文一直锁定在这三个县市 陪同候选人 扫接败票 那么蔡英文之前受访的时候 也不断的强调说 我真的很想赢 可见中张头这三个县市 对民进党来说 可以说是很关键的一战 那么尽管选前的最后一天 蔡英文忙着扫街 陪候选人拼选票 还是不忘召开明天 你可以改变台湾的联合记者会 展现翻转中台湾的决心 那么晚上的选前之夜 造势大会呢 压轴也会在台中 那么蔡英文将和林嘉隆 一起拉台中台湾的选情 以上是最新的情形 再把时间镜头 还给台湾库内 台中市长候选人林嘉隆 在选前的造势晚会上 也向选民做出三项承诺 希望市民放心把台中交给他 现场来了5000多名的支持者 那么夫人廖宛如 也是全程陪在林嘉隆身边 另一方面 民进党秘书长苏嘉全 也现身力挺